今天我们推荐的书是《大宋词谈》 唐诗和宋词一直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双臂 2023年电影《长安三万里》的上映引起热议 许多观众把自己带入了电影之中 对大唐诗人们的心境感同身受 所谓诗意研制 诗似乎从来都与时代的命运息息相关 背负着沉重的文化使命 但词却不同 它形式多样 适合传唱 老少嫌疑 既可以抒发远大理想 也可以承载一腔柔情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伟 在《宋元席曲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楚之骚 汉之父 六朝之便语 唐之诗 诵之词 皆所谓一代之文学 而后世莫能记焉者也 可以说 在中国词史上 诵词是绝对的霸主 以人生品诵词 以诵词无人生 这也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 《大宋词谈》的目的所在 《大宋词谈》的作者杨宇老师 是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曾多次主讲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台栏目 并担任过中国诗词大会 中华好诗词等节目的 常驻点评嘉宾 还著有《屈原传》 《李清照传》 《杨宇说词》等三十多部作品 《大宋词谈》这本书 汇编了他在百家讲台上的 二十集《宋词》系列节目 通过娓娓道来的声东故事 讲述宋代词人的人生际语 同时还兼顾到词史的发展 完整地勾勒出 宋词的发展脉络 带领读者品味词作的深意 领略宋词 独特的艺术魅力 那么话不多说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穿梭时空 领略大宋词坛 三百余年的绝代风华 公元978年的7月初期 是李玉的42岁生日 这天晚上 李玉和一起被囚禁的后妃们 齐聚在院子里 庆祝李玉的寿臣 同时也欢度气息 或许是九过三巡 或许是眼前的场景 勾起了李玉对故国的无限怀念 李玉心里的郁闷喷泊而出 他遗气呵成写下了那首 千古绝唱于美人 这首词完全是李玉的真情流露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之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钟 南唐小朝廷已然覆灭 世上再没有南唐后主 只有一个中日以泪洗面的 亡国之君李玉 然而正是李玉人生中的 这段至暗时刻 成就了他一代辞地的辉煌 国序大师王国为 曾在《人间词画》中 这样评论李玉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史大 感慨碎身 碎遍灵宫之词 为士大夫之词 作为晚唐五代词人的代表 李玉是唐颂风云祭会的 一个序幕 他那忧伤的身影 成了大宋慈坛 最初定格的美 王国为将词史分为两个阶段 这两个阶段正是以李玉为分界线的 在王国为看来 李玉的主要贡献是 辩灵宫之词为士大夫之词 什么是灵宫之词呢 就是乐宫歌女演唱的艳歌舞曲 是用来休闲娱乐的 什么又是士大夫之词呢 就是文人士大夫用来 书发绅士感怀 严治抒情的词作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中 严治才是文学创作了正道 休闲娱乐的文字 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 而李玉成功将 灵宫之词 变成士大夫之词 这就意味着 从李玉开始 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有了志的飞跃 李玉也成为了文人词 第一次转变的标志性词人 那么李玉具体让词的内容和风格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王国为的评价是八个字 眼界始大感慨碎身 说通俗点 就是内容更丰富了 情感更深沉了 在李玉之前 晚唐五代词 主要是柔美艳丽的花间词 词的内容 也大多是女性的容貌和规格生活 尤其是女性在爱情中的种种情态 而李玉的词就不同了 她的词作都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比如破阵子中 一旦归为尘鲁 沈腰攀炳消磨 罪是仓皇辞庙日 教方游走别离歌 垂擂对公额 就毫不掩饰地 诉说了词人 国破家王后的无奈和悲痛 李玉词所表达的 是她在真实的人生经历中 所体验到的种种旷位 无论是时代的风云突变 还是个人命运的起伏跌宕 都是她创作的灵感源泉 虽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李玉成了亡国之君 但是李玉人生的不幸 却是词界的大幸 她扩大了词的内容 一喜当时词的风月之粉器 她的词作对后来的诵词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为后世词的发展 拉开了新的序幕 李玉之后 首先登上大宋词坛的 第一代词人有三位 刘勇 燕淑和张仙 这三位词人登上词坛的时间差不多 其中刘勇年龄最大 词坛的影响最为广泛 词作也最具创新性 她不仅打破了五代时期 花间词和南唐词 以小令为主的格局 大力拓展长调慢词 还将积虑形意 城市生活等世俗题材 融入了词中 可以说刘勇词 是大宋词坛呈现的第一轮变局 刘勇使词的境界与面貌 为之一变 范化的爱情题材 与文人的身世感慨 开始交织在一起 比如 同样是写恋人的分离之情 花间词多从女星的角度出发 写规中等待着小女子 如何寂寞难耐 如何相思成疾 刘勇的语林玲 却将抒情的重点 放在了男主人公身上 男人要行走四方 他的视线所及 是更加壮阔的山水自然 词的境界也因此变得开阔起来 内容也丰富了许多 雨淋淋的上雀 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 几悲伤又开阔的离别场景 寒蝉妻妾 对肠挺晚 咒语出歇 都门障隐无序 留恋处 蓝舟催发 指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凝掖 念去去 千里烟波 木矮沉沉 楚天阔 在这首词中 恋人离别的地点 不再是家中的一方小院 而是城郊的长亭 念去去 千里烟波 这一去 天摇水阔 远行的蓝舟 终究会消失在 弥漫的云雾之中 徒留长亭边 送行人 孤独助力的身影 如果说 李玉的亡国之音 是颂词璀璨亮相 之前的序幕 他的主要贡献 是书写自己的生命传奇 将仅供于乐消遣的词曲 变成了 抒发个人性情的 性灵之作 那么 刘勇在此作中 所抒发的感情 则比李玉的亡国之痛 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毕竟 多情自古伤离别 更那堪 冷落清秋节 自古以来 性情中人 最伤心的就是离别 相信所有经历过离别的人 都深有感触 这种情感上的共鸣 也是刘勇词流传广泛 并且深受大众喜爱的 重要原因 发展到了后来 凡有井水隐处 皆能割流词 与刘勇相反 年少得意 且以宰相的政治身份 一度领衔 精英文坛的艳书 则显示出贵族此人 高雅圆荣的理性风度 艳书没有礼遇 那样沉痛的人生经历 一路从太子蜀冠 未及人臣的他 也不曾像刘勇那般落魄过 他波澜不尽的人生经历 让他形成了一种 克制情绪的本能 就很像近两年网络上 总说的那种 情绪稳定的人 比如他的这首代表作 《唤西纱》 你看他的第一句就写 一向年光有限深 为的是提醒世人 生命是有限的 是短暂的 是转瞬即逝的 而最后一句 不如连曲眼前人 这使艳书从短暂的人生中 提炼出来的处事哲学 时间的流逝 空间的遥远 都是我们无法把握的 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 只有眼前盛开的花 只有陪伴在身边的人 你看艳书是真的很理性吧 他写了爱情中的 离别与相思 写了化解这种 相思之苦的九言歌席 写得和婉清新 完全符合传统文人词 得体的要求 但他又在词的传统风格中 融入了淡而有味的人生哲理 在艳书这里 爱情是一种哲学 而哲学也可以抒情 在整个宋代 或许也只有艳书 将情歌唱出了 幽远的哲理意味 在刘勇和艳书 这两座高山的夹缝中 张仙的地位似乎有些尴尬 无论是他的政治身份 还是他的辞作成就 都有点不高不低 存在感也没有那么强 但实际上 与艳书刘勇相比 张仙不仅以其 串珠般的金句 备受追捧 更以自己的长寿 使得他在词坛的影响力 生生比艳书刘勇 多了二十年 甚至直接影响了 后世的大词人苏氏 可以说 张仙是送出词坛上 创造金句最多的人 你可能背不出几首 完整的张仙的词 但你肯定听说过 一些他的金句 比如天不老 秦南绝 心死双丝网 终有千千节 还有 云破月来花弄影 王国伟在人间词画里 这样评价 云破月来花弄影 拙一弄字 而境界全出矣 就连张仙自己 也最得意这句词 他还专门修建了一个亭子 取名花月亭 与张仙同时代的此人 欧阳修则最欣赏张仙 亦从花令中的金句 陈恨细思 不如陶杏 游解驾东风 话说有一次 张仙去欧阳修府上拜访 门房通报后 欧阳修大喜过望 道履迎之 激动得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好 倒穿着鞋子就飞温出去 迎接张仙 边跑海边嚷嚷着 这就是陶杏驾东风郎中啊 要知道欧阳修是苏氏的恩师 连恩师都佩服的人 苏氏又怎么可能不佩服呢 西宁四年 苏氏到杭州任通判时 多次登门拜访张仙 这一年 苏氏35岁 而张仙已经82岁高龄了 但是张仙他老人家身体非常硬朗 不仅耳聪目明 还能带着苏氏畅游西湖 顺便教苏氏填词 苏氏后来回忆和张仙的交往时说 我关于行 是或拥会 拥会的本意呢 是手拿扫帚清扫道路 这里是说张仙是苏氏填词道路上的引路人 而且苏氏早期的词作 明显带有模仿张仙的痕迹 比如苏氏37岁时 写过一首《行香子词》 最后几句是 但愿山长云山乱小山清 而张仙早前也写过一首《行香子》 最后几句是 耐心中事 眼中泪 意中人 是不是觉得这两首词的结尾惊人的相似呢 如果说在杭州任通盘期间 苏氏是在张仙的影响下 在词坛浅浅地湿了一下水 那么离开杭州之后 密州时期的苏氏就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西宁六年 苏氏从杭州调任密州 担任密州之州 相当于密州的市长 密州既是苏氏仕途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他词创作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熟悉的大量苏氏的名剧 都诞生于这时期 比如说 诗酒趁年华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绢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自难忘 等等 当然 苏氏这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词作 还得数那首 《江城子密州出列》 这首词的第一句就石破天惊 老夫辽发少年狂 左千黄又情仓 锦帽雕球 千奇卷平刚 可以说 苏氏的这一番发狂 强使推翻了词人的既定人设 甚至开辟了豪放派这一新的宋慈流派 此前的词坛巨星 李玉也好 燕淑 刘勇 张仙等人也罢 虽然各自都有创新 也获得了瞩目的成就 但他们所做的最多也就是 拓宽了宋慈这条河的河道 并没有改变它的基本流向 当时的宋慈 依然以婉约清丽的风格为主 但苏氏词的磅礴气势 让宋慈这条河的主干道 分出了一条支流 也就是后人所定义的豪放派 而且这条支流 在苏氏的开拓与影响下 变得越来越宽广 俨然有了与主流分庭抗礼的趋势 毕竟这个流派的领头羊 是大文豪苏氏 所以豪放派能够吸纳越来越多的词人 也在清理之中 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 苏门四学士 即黄庭坚 秦关 朝补之 张磊四人 我们主要讲一讲黄庭坚 为什么要单独讲他呢 从年龄上来看 黄庭坚是苏门大弟子 和苏氏只差了八岁 不仅如此 黄庭坚在很多方面 都可以和苏氏一较高下 比如说 黄庭坚的诗与苏氏齐名 秉称苏黄 另外 黄庭坚还是江西师派的开山鼻祖 而江西师派在整个宋代诗坛 可以说是一家独大 这样看来 黄庭坚的确可以称得上是 宋代诗坛的领袖 苏氏也认为一代之师 当推黄庭坚为首 苏氏与黄庭坚 虽然有着师生的名分 实际上 两个人却是一师一友的关系 苏氏是真心佩服黄庭坚的 甚至写过题为 孝庭坚体的诗 足以见得苏氏 有多么赏识自己的这位大弟子了 除了诗歌成就 黄庭坚的词作 在当时的北宋词坛 也是一道靓丽又奇特的风景线 黄庭坚的爱情词 灰鞋滑稽 有声有色 完全突破了文人词 对爱情题材 含蓄婉约的要求 比如他的那首 归田乐隐 就像竹筒倒豆子似的 将热恋中的所有情绪 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怨你又恋你 恨你吸你 毕竟叫人怎生事 我抱怨你呀 可是又不能不恋着你 我恨你呀 可是又不能不牵挂你 这样大胆直白 率性撒娇的抒情 令人感觉酣畅淋漓的同时 还带着点让人 哭笑不得的挟趣 不过别看黄庭坚 平时幽默风趣 其实黄庭坚一生所经历的坎坷 并不为他的老师苏氏少 甚至因为他们特殊的时辰关系 两人在仕途上的命运 也被绑定在了一起 例如 少圣初年 宋哲宗亲政 贬持旧党 苏氏被贬广东惠州 黄庭坚也被贬前州 黄庭坚在最开始 决定追随苏氏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料到 自己后来的命运会如此坎坷 但无论命运如何折磨他们 他们都无怨无悔 苏氏被贬惠州后 写下了 日旦荔枝三百科 不辞长座岭南人 这样豪迈洒脱的诗句 黄庭坚在前州住的 房子破破烂烂 阴雨连绵的时候 房子里的积水 都可以乘船了 可黄庭坚还是能写出这样 豪迈幽默的词句来 莫笑老翁游七暗 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 戏马台南追两谢 池舍风流游拍骨人间 这样的洒脱豪迈和他老实苏氏比起来 也毫不逊色吧 可以说师徒二人苦中作乐的精神 不止停留在诗词长河中 更是他们人生价值观的实践 尤其是黄庭坚 无论生活怎样抱之一痛 他都可以笑对一切苦难 风流游拍骨人间 他骨子里的幽默 是他对抗命运最有力的武器 大宋王朝的转折点在靖康之难 靖康元年 金兵大破宋都 家国之恨让南宋初期的慈坛 充盈着慷慨深沉的变调 国破家王的沉痛 取代了吟风弄月的文艺情调 忧伤的爱情不再是慈坛的主旋律 北宋灭亡之后 一大批词人渡江到了南方 这批词人拥有了一个特殊的身份 南渡词人 南渡词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流派 第一个流派是以岳飞 李刚为代表的抗金名将 他们一方面在前线玉学奋战 一方面以笔墨为武器 唱响慨悲歌 如李刚的吊顶为林 登坛作将 眼归急需平扫 岳飞的满江红更是堪称典范 靖康尺游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雀 第二个流派是以李清照为代表的词人群 虽然李清照只是规格词人 国难之后却也写出了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罪的哀婉之声 还有一派以朱敦如 叶梦德为代表 他们不满难度以后朝廷的苟安局面 却又无力改变 只能将爱国忧思挥洒于词作之中 在这一派中 朱敦如的创作最具有辨识度 甚至可以这么说 朱敦如是唯一一个用词作 完整记录难度前后世人生活轨迹 和心态转变的词人 靖康之难让朱敦如的词成了一部词史 他个人的足迹连接着国家命运的动荡起伏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时代的剧痛反而成就了朱敦如 命中注定的词史第一人 经历了难度逃亡的朱敦如 一改此前流连花间的词封 将国耻加难一一倾泻于词笔之下 在赞毙金灵期间 朱敦如写下了代表作《相见欢》 金灵城上西楼已清秋 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 中原乱三英赛几时收 可以想见国家多事之秋 瑟瑟秋风中的金灵城 引发了此人何等悲凉的感慨 国家的患难不仅改变了朱敦如的词峰 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志向 早年的他 御楼金雀雍归去且插梅花最洛阳 他批你王侯福贵 只管风月不问俗 我是青都山水郎 天叫懒漫带疏狂 曾披及语之风斥 累奏流云戒乐章 而在难度之后 对国家命运的忧心 让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选择 烧行五年 55岁的朱敦如来到临安 受到宋高宗召见 赐进士出身 受秘书省政职 朱敦如就此开始了 他纠结的仕途生涯 朱敦如满怀着收复中原 报仇血恨的慷慨之下 可是南宋政府奉行的求和政策 却一再摧毁了人人志士的希望 向陆游 新气急都是壮志难愁的爱国志士 陆游在《夜游公公词》中写道 恨君心似微蓝难久矣 新气急则在贺新郎一词中 画用刘邦荣归故李沛县时 所写的大风歌 来表达自己渴望建功立业的心情 江左陈汉求名者 岂时着牢庙里 回首叫云飞风起 朱敦如的仕途也并不顺利 他曾经愤慨地说 有其才无用处 壮节飘零 受尽人艰苦 朱敦如自有其才 他希望在国家危难之际 倾尽一身才华救国救民 可是现实无情地 浇灭了他心中熊熊燃烧的 报国之火 南宋统治者的不思进取 君臣同僚的粉饰太平 让朱敦如的内心 充满了痛苦的挣扎 欲指须无问争路 回首风云 未忍辞民主 进吧 报国无门 退吧 又不忍心 起国家 起人民于不顾 结果绍兴十六年 朱敦如被弹劾 有人说他经常和朝廷唱反调 朱敦如因此被罢职 开启了他晚年的隐居生活 和早年的隐居洛阳不同 曾经一起风发 逼你诸侯的山水狼 此时已经是一位漂泊异乡 宝尽风霜的古兮老人了 垂暮之年的朱敦如 回首自己这跌宕起伏的一生 该有多少叹息和感慨呢 一首西江乐 或许就是朱敦如 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原是西都散汉 江南今日衰翁 从来颠怪更新风 做尽百般无用 屈指八旬江道 回头万事皆空 云间红叶草间虫 供我一般做梦 这首词写于绍兴二十八年 和绍兴二十九年之交 极有可能是朱敦如的绝笔 从早年的西都散汉 到晚年的江南衰翁 同时隐居 心态却大不相同 一个衰字 诉说着英雄陌路的穷途之辈 在即将迈进八旬的老迈之年 朱敦如回首自己的一生 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 仿佛云间的红叶草丛里的鸣虫 一生不过是大梦一场 绍兴二十九年正月初八 其实九岁的朱敦如逝世 一代历史的见证者 一代磁史的记录者 最终只留下一生叹息 在寒夜里如雪花般飘落 或许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山川风月里 他仍可以自在长阳 仍有十九作伴 仍是那个不羁放纵 爱自由的青都山水狼 好 到这里 《大宋词坛》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就为你分享完毕了 古语有云 文人风骨要留存 千百年来 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 风骨二字格外意味深长 在南唐后主李玉笔下 词不再是纯粹的儿女情长 而是借以抒发亡国之恨的颜质之词 李玉开启了宋代词坛的序幕 而真正畅想宋词的第一代巨星 则是刘勇 燕书和张仙 刘勇词读具创新性 极大的开阔了词的境界 而燕书词中 爱情则显得更为理性洒脱 充满着清润温立的人生哲学 张仙不仅以其金句读补江南文坛 还以其高手 直接影响了北宋第二代词人的成长 在杭州期间 苏氏在张仙的影响下学作词 到了密州 苏氏更是发了狂 开始在豪放派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苏氏门下黄亭间独树一帜 他的爱情词 平添了许多世俗男女的人间烟火器 也体现了词人风趣豁达的性格气质 当靖康之难彻底摧毁了花间词 低音潜畅着的太平盛世 难度词坛意想分成 以岳飞 李清照 朱敦如为代表 朱敦如的词作具有鲜明的词史性质 串联起了个人与家国在乱史中的流离轨迹 虽然他曾一度隐秘蔽逝 却和陆游 星期几等此人一样 怀着报国之志 可惜英雄壮志难愁 古来皆寻常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 愿你读好书 睡好觉